在山海經和守神記裡面 都有中國人儀的記載 而廣東新魚更加記錄了 在香港大嶼山附近出沒的人儀種族 奴婷 我一直跟著他收購英國電商商班教育 誰知道他吃飯 聽到電話就馬上飛回香港 是, 動 中文字幕екст的中文字幕 李宗盛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你每次不開心都是來這裡 有什麼地方去? 不過搬沒事吧? 沒事, 他們就回去了 那你呢?你不跟他們一起走? 小心 謝謝 挺好笑, 明明你是士多太子女 我不用說送堂的 什麼太子女?士多妹就士多妹了 對不起, 爸爸媽媽弄得你陶多托潘 我們在大澳生活了這麼多年 是沒什麼見識過的 跟你在外面認識的 博士、碩士、大學生都不同 對, 你說了去哪裡? 是嘛, 你也在外面生活了這麼多年 你看的東西, 你認識的人 都不同層次 將來如果你想找個女孩結婚和嬰兒 肯定找回跟你差不多的類型 對了, 今早那三個女孩 你最喜歡哪一個? 那幾個是我普通朋友 那你也遲早找回差不多為女孩結婚 我實話也沒有一撇 反而你和斌哥一起做了這麼久 要結就先對你們結婚, 是不是? 怎麼了? 放手, 我不想讓你看到我現在的樣子 對不起 不用說對不起, 幾年前就說過 你沒有對我不住, 你是不喜歡我 我知道了, 小豆, 你放手吧 如果你想拒絕我, 你就決絕一點 阿盈 小心點 小心點 阿盈 阿盈 阿盈, 你沒事吧? 起床了, 你沒事吧? 你爸爸媽媽媽在哪裡? 我通知給她去聽 我不知道, 我什麼都不認識 阿盈, 你別嚇壞我 你不是不記得我吧? 你記得是誰嗎? 我記得了 我記得你是…你的小豆 好 死者, 雷姓, 七歲, 患有Serenomenia 美人如忠合症? 真的沒想過竟然是一個人 還要是個畸形的小女兒 死於神葬衰竭, 死因無可疑 我想應該是小朋友死了之後 他父母沒有報警 直接把他埋在山洞裡 那個紅酒箱是雷叔的 他夫妻一聽到盧婷就有這麼大反應 注重精神病發 你猜他們夫妻會不會是 這個小孩的父母呢? 說起來就奇怪了 阿盈出生後 雷叔一直藏著女兒, 不讓街坊見 我們第一次見阿盈的時候 她已經七歲了 那天她家偷走出來, 掉下水 救回來之後就失了益 一對父母無緣無故藏著女兒? 也很不尋常 不過除非她的女兒是畸形 一切都可以解釋得到 如果那條乾絲才是他們的女兒 那現在阿盈究竟是誰? 你也說了, 阿盈七歲就失了益 也會有很多可能性 例如他們夫妻生了一對孖女 又或者他們領養了一個弟弟 那誰是真相就要靠你 雖然我學過塔羅牌子微斗數 但是關乎阿盈的身世 我真的不想用這種方法 阿易Sir 一個警察要查一對夫婦 有沒有生過怪胎 或者有沒有另養過弟弟 也不是很難的, 對吧? 是嗎? 別說我不提醒你 出去別胡說話 上頭下了阿大雨封鎖消息 明人私隱大小? 香港有言論自由的 公眾有知情權的 你想你, 你是第一發言者 可以隨時當你是犯人 神經病, 我報警的 阿盈, 你好人當作賊 你救了我, 就不用耍我四十八個小時 慾 你怎麼搞的?這幫警察 那邊人不讓我走 這裡倉我這麼大牛肉乾而已 對不起, 師父, 我累了你 我還給你錢 不用了, 師父還給不起嗎? 我還給一千五個還行嗎? 收發火…上車… 謝謝, 師父 終於可以靜靜地坐下來 聽你說回了 那我們分開了之後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天佩 我還沒想到那個兇手會還在房間裡 那個兇手也沒想過 他殺人還沒遷就能撤 李競爺就跑進來 他只是擱著打暈你 他沒滅你口, 你已經玩得十分 師父, 你判功讀是不是很忙? 想我幫你找個兇手嗎? 當然嘛, 他累了你, 困了兩天 還吃了這麼多張牛肉乾 你打算放過他嗎? 徒弟這麼有吉利, 師父怎麼可以縮 放心吧, 就幫他掛出來 謝謝師父 不過這兩天 我也有藉口藉口問警察拿資料 他們說那一層就刺了很久 CCTV無害 又沒有目的者 看到有什麼可以人物離開的大廈 這位女兒, 懂得化鼻動還是主導 根本是學習 不過也拿不到什麼資料 這樣也未必 說不定他能拍攝了一些東西 怎麼這麼多人走來走去 好像來敦道似的 那始終都是工廠大廈的人上班 沒辦法, 看你的方法行不通 要再想一想 各位記者朋友 如果你們要等, 請可否出外面等 謙虛死要這麼簡單的新聞 你們公司管理層和警方就封鎖消息 這樣就趕我們走 你們不要圍爛我 好 張先生, 有沒有發表嗎? 不如發表一下 記者朋友不要圍爛我的同事, 好嗎? 張先生, 警方是不是已經抓兇手了? 我再重申一次 有什麼消息呢? 我們會發新聞稿通知大家 謝謝各位, 不用再在那裡等 多偷一點, 張先生 多偷一點, 張先生 謝謝 謝謝, 張先生, 多說兩句 剛才你有沒有亂說話? 沒有, 什麼都沒有跟記者說 就是了, 你馬上放大假 這兩個星期不用回公司了 知道 今天是你的時間, 不用上班嗎? 最近公司來了很多記者 上頭怕我亂說話 就強硬要我放大假 看來你真的知道什麼驚天大秘密 其實你們也猜到了 但是老闆應該不行了 那我就快點把股票都放了 不過是想不到 添少爺會早死的老闆而已 添虛怎麼死的? 我真的不知道 他說我以為他出車去醫院 不知道為什麼去了那裡呢? 難道跟小郭有關? 小郭? 是人家嗎? 是去偵探社的 添少爺每次回到香港 小郭也會上公司找他 還嘴巴嘮嘮嘮我 又懶得說自己是一個重要任務 重要任務?逐間嗎? 找妹妹 添少爺會不會小時候被人背心 到現在還沒找回來 二十多年了, 還這麼誠心? 添少爺會很誠心的 她死那天 我記得有偵探社打來 問她接不接 她馬上叫我駁上去 這位太太, 你放心吧 我們私家偵探社最擅長的捉小三 一定替你找到你老公的罪證 謝謝 其實我都知道很矛盾 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 那小三是什麼樣子 那個樣子是不是比我漂亮 身材是否比我更好 其實我還是想知道 他有沒有包小三的罪證 但我老公很小心, 怎麼辦? 容易吧, 我幫你進入他的手機 什麼訊息都看到了 連電話偷聽也行 我幫你進入他的手機… 這樣和非法使用電腦是一模一樣的 犯法的 拿回來, 你別走 你拿回來, 給我… 拿回來, 你怎麼了? 他說是客人來找你幫他蓋底 蓋底?你蓋什麼底? 你蓋這個又犯法又鹹鬆的偵探的底 來…喝杯咖啡慢慢聊 其實記者和私家偵探都是半個同行 有什麼事就慢慢商量 不用了, 其實添少爺已經死了 你們想知道什麼呢? 添少爺死那天 你打電話給他講過什麼? 打電話?有沒有打電話給他? 高原接待會員說私家偵探經常打給他 我也有痛腳讓你拿著 我還說什麼謊話? 這些就是這幾年來 幫添少爺查的檔案, 你們自己看 是嗎? 當年綁匪就是給了這張照片許振東 師父, 廢鏡 綁匪有個鎖鏈紋身的 其實警方已經發現了這個線索 不過你知道全香港這麼多紋身 難道全部都拘捕了警局慢慢審嗎? 是呀, 添少爺這麼肯花錢 查到現在而已 這個紋身在哪裡見過呢? 雷叔 鐵叔 我們慢慢聊 稍等, 坐 好 雷叔, 這麼急討進來大澳 我不是有什麼急事嗎? 其實應該我出去找你才對 不過阿瑩和阿朱就出去覆診 沒有人看著這間士多, 不行的 小豆 上次就是我不適合 這次我跟你喝了這杯酒之後 就算了, 不要再生我了 你只是緊張注意而已 我都沒有放在心裡 男人的事, 沒隔夜仇的 來 好 小豆 你上次不是說找到那個酒箱 就裝著一條人魚乾脂嗎? 現在那條絲在哪裡? 你不是不相信勞亭漁人嗎? 我當然不相信 我怎麼會相信這些東西, 是不是? 沒有的 不過呢, 我就是有點好奇而已 壞人山笨很傷心, 我將它放回原本的山東 是呀, 真是的 塵歸塵就肚歸肚 不要搞他們, 免得了 但是有什麼麻煩嘛 是不是? 這條絲在這裡找什麼呢?雷蘇 我特意試你 小豆, 你說什麼? 我只不過是耗鼻子, 你看一隻龍蹄 可不可以說, 阿盈還生氣 你為什麼要燒東西給他? 我在醫院查過 朱姨當年生了個K型寶寶 跟我們發現那條肝屍 一樣有美人與綜合症 這條肝屍才是真正的鄭曉爺 既然真正的鄭曉盈死了 我認識過阿盈究竟是誰? 我查過社主紀錄 你和朱姨沒有收養過任何小女孩 究竟是哪裡找小女孩回來 頂替自己的女兒? 我也知道不可能一輩子, 說到底 所有事情都是為了阿朱 那個女孩是K型, 阿朱接受不了 阿朱, 人家開始神神地 連我也無法面對這群街坊 唯有把女兒藏起來 他整天三間半夜 瞞著我推女兒出去散步 誰知道阿朱又晚遇到個小孩 小孩嚇到跑回頭跟大人說 看到一個人頭如尾的怪物 大人最初本來搬移 但很快就傳開了 這就是二十六年前目擊盧亭的原形 這件事過了沒多久之後 雷叔的女兒就死了 朱姨接受不了, 病情就變得更加嚴重 你沒事吧? 你爸想想我現在住在哪裡? 我通知讓她去聽 我不知道, 我什麼都忘了 阿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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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事吧? 我回到處找你, 你沒事吧? 沒事就好了 朱姨這樣衝出來 全世界都以為小女兒就是她的女兒 完全忘記了真正的阿盈已經死了 雷叔當然知道自己的老婆 在逃避現實, 所以也沒有拆穿她 之後朱姨的病情就慢慢好起來 那現實還比傳說更離奇 阿盈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我不知道是否跟她說好 叫了十幾十年爸爸媽媽的人 原來不是自己的親生父母 我真的怕她接受不了 你還保持當票做什麼? 我打算她回來熟了 這麼多年來, 你也當她弟弟是自己的兒女 就算你老公回來 她也不知道那個兒女不是她親生的 創造論和進化論 其實是為了解釋人類的由來 每個人都想知道自己從哪裡來的 阿盈到底是什麼人? 她為什麼會出現在大澳? 其實如果你不告訴她, 不是為她好 你這樣只會讓問題的答案 永遠都石沉大海 如果我是她 我寧願想知道的真相 怎麼這麼好 一大早就進來大澳找我吃早餐? 阿盈 阿盈 無論過了多久, 發生什麼事 都不會影響我們是很好的朋友 有件事我想跟你說清楚 如果說了, 我不開心的, 你別說 但是每個人都有權利知道自己的身世 我身世? 你…不是真正的鄭曉瑩 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雷叔的女兒七歲就死了 朱姨接受不了精神病法 剛巧遇見你, 浸親失憶 就認了你當他們的女兒鄭曉瑩 小豆, 這些話不能胡說 朱姨當年生的弟弟 患了美人魚綜合症, 天生下之相連 你們找到那條人魚乾絲 才是真正的鄭曉瑩 你是說我用了二十多年的身分不是我? 我是誰? 不會是真的, 這樣我還沒… 阿瑩, 你聽我說 我不是阿瑩, 別叫我阿瑩 阿瑩, 你聽我說 你聽我說 雖然你不是真正的阿瑩 但是你仍然是你, 是我認識的阿瑩 不會變的 那你告訴我我是誰? 你相信我, 我是警察 我會幫你找出真正的身分 找出你真正的家人 無論你的人生變成怎樣 我都會在你隔離 早安, 阿Sir, 早安… 傅先生, 首先很感謝你的舉報 不過不要再跟著我們 不要妨礙我們做事 阿Sir, 你明白了 我們做記者的, 最重要就是獨家 你念在這裡是我報的 你還給我一點甜口吧 你跟著還跟 不要妨礙我們做事, 麻煩你 收到… 我竟然立刻別珠 對每頭三兩腳的 準備好了嗎?來, 開始 警察, 麻煩你 我想問你有沒有見過這個人 沒有 你看清楚 當然 對, 那個… 謝謝 請問我有沒有見過他呢? 好像在雷珠記士多那邊見過他 謝謝… 今晚煮個湯好不好? 好 那吃什麼菜? 隨便吧 為什麼這道閘沒有鎖? 還用問 當然是阿鐵忘記鎖閘了 謝謝 警察 阿Sir, 什麼事? 請問你們是不是認識這個人? 他是我的朋友阿鐵 你找他什麼事? 我們有事要問他 他現在在哪裡? 在裡面的角仔 麻煩你帶我們去見他 這邊 阿鐵, 開門了 有警察找你 你們有沒有鎖匙? 沒有 那文鑫湯死了 傳說裡面 盧亭身上掌門兒女 懂得捕魚來吃 但是同事他們也喜歡喝雞血 盧亭傳說 阿鐵, 阿鐵, 什麼事? 阿鐵, 阿鐵, 什麼事? 阿鐵, 阿鐵 阿鐵, 什麼事? 阿鐵, 外面死了人 阿鐵, 阿鐵, 死了在角樓 阿鐵, 死了在角樓 阿鐵, 怎麼會這樣? 不用怕… 阿鐵, 不用怕, 不用怕 阿鐵, 不用怕 阿鐵, 不用怕 阿鐵, 怎麼會提供請私家偵探 去追查她那個被人綁一架新宗的妹妹 阿鐵, 綁匪有鐵鏈紋身 田一叫私家偵探去查這個紋身佬 他收到偵探社的電話 所以去了郭空志的大廈 但是最後發現這個電話 根本就不是偵探社打出的 真正的綁匪 一定會很清楚綁架案的細節 很容易就可以用到堅料 令到添虛重啓 田一被殺之後 我一車鏡把這個公仔佬 曾經出現在這個凶暗大廈的附近 我通知警方, 他們看天眼 查八六通, 查到來大廈 誰知道發現那條鐵條絲 明明是殺人犯 怎麼會被人殺回頭 那個女孩子像誰呢? 看看阿陽 大教育 什麼?不是吧? 那些警察是不是傻的 你和田一都沒有招惱 阿琳, 你怎麼會有殺人動機? 高原那邊跟警方說, 說我有錢科 說我在英國那時候已經跟了他幾次 有一次差點搞到他有交通意外 都說不定是交通意外 跟殺人大嵐一扯不黏 他們還猜 他說添虛可能知道我跟了他回來香港 發現了我, 然後跟我有爭執 我錯手殺了他 添虛被刀插死, 怎麼錯手 你哪有把刀? 還說你本身都暈倒了 他們說不是沒可能 只要把磚放在門上爆滿門 我就可以弄暈自己 那些警察都瘋了 為了誣導你不得說得出 不如說那個磚頭有導航 自己飛到你的頭上撥暈你? 這次死的那個是天虛 高原那邊一定有向警方施壓 望就望他就抓我回來做個樣子 如果找到那個紋身佬 找到那個真兇就可以放了我 好, 那個紋身佬死了 為什麼會無緣無故死掉? 我不知道, 這些人正在調查 那死無對證, 那我怎麼辦? 怎麼樣?阿玉怎麼樣? 正式下充電 夠充電嗎? 阿玉之前做記者, 整天當月天虛 遇到不少牙齒刺癮 Dr.潘, 你有能力證明Dr. Lock 易元光, 和事發的清白 你沒理由不幫阿玉而已 有事就叫我Dr.潘嗎? 那我們也是司徒嘛 我和他也是司徒嘛 算了, 阿玉是你的圖書 你沒理由見捨不救而已 行了, 就算你不叫我幫他 我也不會看著他被人冤枉的 大家都相信殺死天虛的是鐵叔 這個沒意義 但是鐵叔轉過頭人被人殺了 那誰殺他呢? 關於這一點, 我有個很大膽的推察 關於盧庭傳說, 有一個民族學版本 就是說漁民其實是海盜 他們在另外一個地方 就牢劫了一些女人 然後為了掩飾罪行 他們就說那些女人 是在海上找到的美人魚 你的意思是說, 雷叔也是綁匪之一 就像那些海盜那樣 非法綁了別人的女兒回來 就硬是說要撿回來的 前宗書曾經說過 天下間所有的偶然 都是化妝戴了面具的必然 你們想想, 哪有綁匪和養父是朋友這麼巧 倒不如說是綁匪帶著玉心 進大澳去找同黨 玉心? 什麼玉心不是被人撕了票嗎? 我們懷疑的是今天和我一起去士多 那個女孩子阿盈 她失去七歲之前的記憶 被鄭雷這個人當成自己的女兒養大了 那這個鐵鬚會不會被鄭雷滅頭? 大膽假設之後就是小心求證 我們分頭行事吧 那我去找元爺, 建立鄭雷的底 好, 那我帶多得搬去案發現場的士多角仔 看看能否找到指證雷叔殺人的證據 我們在哪裡 去找案發現場人的證據 接著後來找案 這個叫做案 有事不得了 在這裏 叫做案 叫做案 有事不得了 叫做案 叫做案 有事不得了 有事不得了 叫做案 叫做案 雞毛水積如鱗, 勞庭殺人? 你怎麼說鐵叔是勞庭殺的? 不會, 他背部眾多, 一定是淫慰 兇手無疑勞庭殺人 是不是想嫁護給勞庭 讓警方不要再查下去? 如果是這樣 就不會用人類的武器去做空氣了 為什麼要假裝勞庭? 阿嬤, 不夠散枝炒給別人 我現在下來 那你們繼續, 我先下去 死亡時間是半夜兩點到三點 大閘和角樓有兩道鎖 空手是怎麼可以進來的? 雷叔和朱姨開舖的時候 發現士多道大閘是打開的 鐵叔有大閘的鎖匙 會不會是他開門, 把兇手放進來呢? 我就當鐵叔開門請了兇手進來 你也說警方來到現場的時候 這道門在外面鎖了 唯一一個鎖匙又在這間房間 請問他是怎麼可以鎖到這道門呢? 請問? 密室殺人是你那一篇, 不是我山巡水院 邀請你進來帶我做什麼?交遊嗎? 那時候鎖匙在哪裡? 我一門 怎麼可以鎖了八門 然後鎖匙還可以擺盪呢? 謝謝 謝謝 怎麼收到這麼近的閃資 看完了, 有什麼新發現嗎? 暫時沒有 那你們現在坐車出去 阿瑩, 聊幾句行不行? 阿Bunner, 那你先幫我看著店舖 我先走了 有什麼不可以在這裡說? 不好意思, 斌哥 我要說的事才會跟阿瑩丹獨說 來 小豆, 你有什麼想跟我說? 為什麼還不開口? 是我的 一時之間, 不知道怎麼說 你連我不是鄭曉瑩也說得出口 為什麼不能說? 你這個鐵叔在二十六年前 綁架了一個七歲的小女孩 而這個小女孩到現在… 你不是想說我就是那個小女孩嗎? 是, 你很可能是許鎮東被人綁架了的小女孩 許鶴彤 你好像一點也不意外似的 爸爸跟我說了 他說鐵叔涉嫌綁架 他都覺得我是許鶴彤 還叫我認回許鎮東 那你打算不打算去認? 小豆, 我心裡很亂 許鎮東是超級富豪嘛 我是一個士多妹而已 傻丫頭, 認爸爸說什麼階級 更何況我們阿瑩這麼美女 許鎮東有這個女兒, 撿到了 就搞清楚了 不過我認為… 是個可能性也挺大 為什麼我這麼想有高原集團? 為什麼見到許鶴彤 我覺得很有親切感? 為什麼見到他死了 我這麼傷心流眼淚? 我想我找到答案了 我覺得你應該見許鎮東 要不想我幫你安排一下? 我只說他已經患了抹期肝癌 所以你更加要快 別讓自己有機會後悔, 是不是? 但是…我現在很怕他們真的是我家人 因為我哥哥已經死了 我爸爸不知道熬得多久了 如果我認回他們 他們很快就會離開我 到時候只剩下我孤零零一個人 那我怎麼辦? 就算了, 我想自己一個人 不用怕, 無論如何都好 有我在 你怎麼知道 鄭蕾, 花朵霹靂 未夠二十歲就創出名堂 開辦館, 酒水貨, 賣假酒, 酒屍煙 但是很早就看破世情 抱歉江湖的腥風血雨 張石鐵是霹靂的靈, 人稱鐵線 聽名字就有點悶 經常說要做大事 寧願做一日英俄 也不要做一輩子鐵線 趙愛珠 是霹靂做了大鵝的表妹 在大鵝出來幾天 就火灶和霹靂撒著了 有一次被你發脾氣, 掃了家裡的杯 阿珠又買了所有的杯子回來 但又買了一隻 她跟她說, 如果你要杯子的話 就來找我了 故事這麼熟悉? 沒錯, 就是旺角卡姆 不是吧, 這部電影我很喜歡 再看我會跳氣的 袁野華, 鐵線為了他上位 所以要做壇大爺 霹靂有一筆大奧陪他表妹阿珠 都出來陪他齊上齊下 相信就是在說高原綁架我 我覺得真實的華碟是會殺死胡影的 你有證據嗎? 明白, 不過雷叔就有叫阿瑩 認回去震動 他是想利用阿瑩去欠許震東的家產 這樣就可以解釋到整件事了 當年他們就拿不到贖金 然後那條心又無緣無故做了自己的女兒 之後就索性鋪爐去欠家產 許震東就快死了 所以欠家產就要快了 張錫鐵就殺了天虛 讓阿瑩成為集團的唯一繼承人 但是這個華碟他做老大就沒有義氣 他又不想跟人家分贓 所以就殺死胡影 好, 整個故事都通通了 馬上打到威易Sir, 叫他拘捕 好, 等等 現在只是說通了一個殺人動機 密室之謎都還沒解開, 怎麼拘捕 立刻保持住 大澳人一向都用浪三捉浪三 會不會用浪三捉鑰匙進來呢? 那個鑰匙來的窗那麼遠 很難控制的, 不行… 可能兇手拆了抽氣線 用那些遙控飛機運抽鑰匙進去 我檢查過抽氣線, 四面都有塵 如果有人拆下來的話 塵不會鋪得那麼均勻 聊過三更半夜 這個又不是, 那又不是 難道真的盧亭殺人嗎? 又要上去拿冰 雷叔, 阿盈呢? 阿盈陪他媽媽去覆診 還想要緊在這裡 早知道先給我電話 你不趕時間, 上去我那裡等一會 他很快就回來了 阿斌也在上面, 我要上去拿冰 好 冰賢, 你上來我那裡坐下 我有些話想跟你說 雷叔, 那我就不跟你上去了 好, 來 紅豆沙煲了幾小時了 全都起沙了 你休息神了 其實有什麼不怕直接說 你特地進來大澳, 就是為了找阿盈 是呀 你明知道阿盈是阿斌的女朋友 你還找這個幹什麼呢? 我和阿盈從小就認識到大 朋友見面而已 我不是怕你真的對阿盈有心 但是切身處地 你不要反過來 以阿斌的角度去看看這件事 她是大澳, 你是易家大少爺 她看你對阿盈這麼好 她的心怎麼會不忍住忍住呢? 我把糖水喝了, 將來沒什麼事 就不要進大澳了 那我以後盡量不再在你們面前出現 你趕得出去就做得到 早就應該這樣了 打擾了 發生什麼事? 阿斌… 阿斌, 什麼事? 有什麼東西來了?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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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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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進來 你好 你不是去找阿盈嗎? 去了, 但我沒見到她而已 你的樣子不像看不到她這麼簡單 阿盈 畢竟是有斌哥這個男朋友 我一個男人, 跟他有太多接觸 始終不太好 這個世界一半都是異性 拍親戀就要避開, 豈不是很忙嗎? 斌哥, 給你一句話聽嗎? 沒關係 剛才是她爸爸媽媽說話而已 她爸爸媽媽? 對於你來說跟路人也沒有分別 這樣也要在意你會不會太辛苦 但他們遲早都是阿盈的老爺婆婆 我不想為我而弄得他們面倒了 是什麼? 本來想拿來哄阿盈的, 現在聰明你了 小心 請你了 為什麼一朵花燒魚沒有灰? 因為這朵花是用魔術專用的火紙摺 所以不會有灰留下來 那這種材料會不會有善狀? 當然有了 在魔術表演裡, 除了火紙之外 火善真是很常見的道具 我知道空手是怎樣製造密室 空手設置了火扇, 然後鎖了門 再利用火扇把鑰匙滲入角仔 燒了一條線 這個方法的確可以製造密室 但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 證明密室真的這樣形成的 只要有做過事, 就一定會留下痕跡 很多人都會用文件夾夾著充電線 讓線不要飛來飛去 角仔的充電線有被夾過的痕跡 就是文件夾本來是在抽氣線下面 再被移到另一個位置 而我在檢查抽氣線的時候 就發現在它下方 有輕微燒焦的痕跡 這個手法不需要特別的技術 任何人都做到 縮集不到疑空的範圍 隱藏的東西比遣露的東西更重要 兇手扮盧庭殺人一定會這麼簡單 他一定想隱藏什麼 一名中國籍男子 於今天下午六時的 阿瑩屋企? 老惡於大惠一個住宅內 死者鄭雷, 五十九歲 雷叔死了? 好 好 斌哥的媽媽從大學出來 有點急事找我, 先走了 雷叔死了, 你知道的吧? 我知道, 不過沒想到這麼突然 有街坊跟警察說 我在六點零五分的時候 聽到雷叔有怪聲 那時候我們夫妻 你和阿斌都在我們家裡 你也有看到阿斌的 不是的, 我走的時候已經踏四 那時候, 斌哥才剛回來 不是的, 阿斌早就回來 你一直都跟我們在一起 你以為我被假口供? 阿斌是我親生的, 他是龍是蛇 我這個做媽媽最清楚 他心底這麼善良, 他怎麼會殺人? 那倒是, 你說兩句 那些警察就不會強行懷疑阿斌 難道這麼小事, 你也幫不了? 斌哥是你們的兒子, 他不會是兇手 那我是什麼? 我是警察, 你現在要我被假口供 如果被人知道了, 我警察也不能做 還會被人告我妨礙司法公正 什麼都是阿斌阿斌 有什麼考慮過我的感受的? 你問我 別動 好, 你的魔術真是跟你安慰一樣 這麼柔軟 我盡力了 對了, 你怎麼知道 我約了他們兩個在甜品店? 一來你喜歡吃甜品 二來我想你一定不會約他們 在你新界老的, 是不是? 你又知道我不會? 我猜你們三個應該都不想看起哥家 你怎麼看得出來呢? 其實你第一次跟我說 說你在大澳和阿斌阿盈 他們從小玩到大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很奇怪 逆老先生是老派人 他又只有你一顆孫 怎麼都會留你在他身邊 沒可能放你在大澳住 繼續吧 其實我一陣子都不明白的 雖然你爺爺沒有了兒子 但是還有你這顆孫 為什麼還這麼緊張風水陣呢? 直到我想起你家偏廳 沒有一個沒名的神主牌 我回去問了哥哥 就知道了這個神主牌是什麼意思 這種神主牌 是用來供奉腰折的小孩 易老先生不僅死了兒子 還死了孫子 聽說孫子還是餵福子 那我就在想 那我眼前這個易明賢是什麼人呢? 是呀, 那我是誰呢? 勇以為你的作品 不許之過去 今天以後 鎮守更遠 所有的昨天賣創烈已燃 不記得那裡起點 明日變末紀念 可是我waysIchRecueYu 那片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